Stock 等等等等 這個貴的 太錯覺了 怎麼辦 請問 纏屎官司令 狗奴彩心淵 今天沒有拉筆跟珍珠 但是我們請到一個常常開吃播的 大咖來賓 Stock 還有他的帥爸儲弗瑞德 Bred 這個順序對嗎 來來來 為什麼是這個順序 因為哥你不是都要壓軸嗎 壓軸登場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會希望說 中間有點間隔啦 就是這樣才可以區分 我好像是 屬於就是把它帶過來的角色 是啊 所以他才是主角 他叫做Stork 然後Last Name是徐 至今未婚 征婚嗎 也不用征婚 因為已經去世了 不是那個趣事喔 傑紮 對 他跟我們一年 一年就長這麼大隻了 對啊 他 你在幹嘛 等等等等 這個貴的 出來出來 沒事啊 因為他才一歲而已 所以他 他的個性其實還不算很定 等一下他口水都下來了 有衛生紙嗎 沒關係沒關係 大家會覺得他 因為他口水不錯 真的嗎 我超怕狗口水 我剛剛聞了 你不要哭了 他在幹嘛 有沒有 那他算 他算是會聽你的話嗎 他算有個性 我這句話怎麼解讀就是 有時候聽有時候不聽 所以哥是扮白臉 我扮黑臉 你扮黑臉 我扮黑臉 他所有的才藝跟家教 基本上都是我教的 例如咬人 搗亂 咬地毯 咬沙發 剛剛秀過了 對 跳舞圈 通常你要教他 你要先示範 所以我沒辦法過這一關 那他現在 他現在會的才藝有什麼 他現在會有才藝 我會說正常的那種 不是搞得壞 坐下 握手 趴下 hi-fi 然後 stay 然後跟你丟零食 他會接 一套流程 Store come here sit h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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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wn down ok good boy good boy sit sit st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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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接到 我們這段咬 st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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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這個是一根 哥你是不是在白臉 這不是豬的 不是不是不是 不是 我不是說 這不是他的錯 這跟那個其實呢 搖 咬地毯 沒有啊 咬地毯 好 寶貝來齁 你有領通告費的齁 我們要照流程走齁 我不要啊 我不要啊 我們現在默契大考驗齁 好不好 來吧 沒有沒有沒有默契 第一個我們先考驗你們的 定力 定力好 就是看他會不會偷吃零食啊 他聽不聽你的話 對 他聽不聽你的話 好 幾秒才叫做 一分鐘啊 要一分鐘 對 好 十秒啦 給你打折一下 寶貝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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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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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關 好 第二關 我帶著他到處走來走去 然後看你叫他他會不會去找我 好 來 找到我們去散步囉 欸 是他遛我欸 欸 他出去了 怎麼辦 你只想要帶他一個重陽路吧 我拉不住 這節目由我們兩個就夠了啦 對不對 今天對不對 新馬馬出現囉 我也希望是這樣子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沒有沒有 香香的來 不不 Stork 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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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re Stork come here 這我還有 我還有喔 St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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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有了有 OK 算有吧 因為我知道什麼樣的聲音可以吸引他過來 好啦 他也了解我 所以這樣算通過吧 有啦 很棒你有通過了 通過了 沒有沒有 因為你沒給他吃到會生氣 喔 真的喔 來來來 而且你知道我們什麼叫他叫Stork嗎 因為 Stork其實是大嘴鳥 就是那種 嘴巴很大然後有一個那個 你說那個 白淋溪嗎 白淋溪嗎 不是啦 你說 送小孩的那個嗎 對 送小孩的 然後你注意看他的那個嘴皮就很香 喔 所以我們才幫他取這個名字 那你們平常在家都這麼叫他 呃叫 寶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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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律叫寶貝 寶貝 一律叫寶貝 寶貝 對對對 我也要臨時 我要臨時 來來來來 欸那你要會才藝啊 呼呼 High five 呼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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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No Right Leaf Leaf 好 好 阿翔說這什麼東西 嗯 嗯 嗯 不知道欸 黃金鐵群是在前一段時間是非常受歡迎的品種 他其實是我的第五隻 所以這樣來說你是很了解狗狗囉 每一隻狗的個性其實都不太一樣 嗯 所以我們會常用很多的行為去判斷 但是現在其實我們有另外一個方式就是我 我老婆他們會有一個寵物公司 嗯 可以讓我們去了解他在想什麼 嗯 因為他們黃金的好處就是他的表情很豐富 喜怒哀樂其實都非常明顯 嗯 那有時候我們就會看到他好像不太看心 那了解完之後我們就跟那個寵物公司 嗯 他叫江江老師 江江老師 那江江老師間 今天就來了對不對 難怪他剛才那麼興奮 對啊他是看到他的朋友 對對對 他們兩個就會變很好的朋友 那我們歡迎我們的江江老師 剛剛其實江江老師在旁邊的時候 其實他就已經很躁動 你看 喔開心開心 哇 啊 好朋友好朋友的打招呼方式 對 這是姓媽媽嗎 新朋友 是 我們是密友 你真的以為我是姓回家 好了 這麼多媽媽 每個公司都媽媽 摸媽都媽媽 這其實是我以前還單身的時候的想法 喔當然 我是江江接觸動物大概有一年多的時間 第一次跟我連上線的時候 還滿讓我覺得 哇這狗講話不得了 他是不斷電的一直說一直說 是很聰明嗎 很聰明 他非常聰明 他算是搞微的那一種 很聰明的表達方式 好像那時候好像剛學握手還是什麼 他說可不可以不要握那麼久 就一直這樣 他覺得不太煩 一直這樣 他第一次學會這個 你就會一直想要獻給別人 他叫你快點 他一直在講 那老師是什麼契機 想就是從事這方面 一方面是興趣 一方面是朋友的狗 然後來透過一些 可能超自然的一些力量 那來找我 就藉由這樣子的機會 然後去上課 去找專業的老師學習這樣子 老師那我們來看一下 你們之前溝通的影片好了 因為我聽說你們是要比較 安靜一點在一個獨立的空間 對 因為每次煮很像的東西的時候 其實他有聞到 但是他不能吃嘛 但是就是他可能會發出一些 聲音叫聲或什麼的 那工作人員會給他零食 對 所以這部分他是這樣子表達 家裡有多多姐姐 就是去工作的嗎 對 卡卡 他說卡卡你好壯 你好壯 他都會去 就是衝過去然後壯他這樣子 就是講話會比較大聲 然後每次講撞他的時候 就是撞不到 所以他都會這樣衝過去 好背熟 對 然後 阿子的話他就是給我畫面是 他講話就是比較溫柔 小小聲的 因為我沒有看過他本人 所以就是透過他這樣告訴我 然後男生他給我看阿賢 而且他沒有太大的 太大的反應 然後再來是那個誰 小花 對小花他會這樣子 好像跟他玩這樣 很像 會瞬間好像貓的感覺 但其實 不知道為什麼他遇到他的時候 他就會用手這樣跟他玩 然後給我聞一個 他一個身上一個香香味道 我想說 欸這個男生還蠻香的 會是食物的香味嗎 不是 是身體那種 身體發出來的香味 對 然後有 還有Peter 他說 Peter會有時候說 欸不行不行 欸可以可以 然後說 欸你冷靜 你冷靜 對 他覺得很困亂 他覺得說一下可以 欸一下又不行 對 說這個人給他的指令 通常是這樣子的感覺 對這個 這個畫面還蠻好笑的 然後他說 比如說 呃 Peter會好像照顧人家 他都會去 比如說跟這個人講話 跟這個人講話 然後他給我感覺是 好像就是很忙 但是他是照顧 照顧每個人這樣子 這樣子的角色 他最喜歡就是 吃完飯 吃完晚飯 到睡覺 他還蠻早睡的喔 而且他睡覺前 都會有點 很像小孩子鬧一下這樣子 對 跟他媽媽在一起 超愛他媽媽 喔 爸爸的角色也很愛 但是 如果說比重的話 他 對 非常愛他媽媽 就那一段時間 他就覺得就是 擠啊 然後 然後玩這樣子 對 他們都是 這樣子打滾 他常會說 爸爸笑聲很大聲 但是不會對他說笑話 他喜歡的是 就是 爸爸在車上的時候 會跟他講 比如說 比如說他今天去游泳 心情不好 會透過我讓他 就是爸爸媽媽知道 他喜歡爸爸在車上跟他 安慰他的時候的那些話 不是笑話 是安慰他就是 不用在意那麼多這一種 這一類的話 對他來說就是 他蠻有powering的 就是 媽媽跟他講 跟爸爸跟他講 他會選擇 爸爸跟他說的那些話 聽進去這樣子 對他來說很有力量 他很喜歡 他最近認識一個 游泳池那邊 就是白色的狗狗 叫阿智 對 他很喜歡 他非常喜歡游泳 對 他很有在游泳裡面 找到蠻大的自信心 對 明白 對 還有就是對於他的健康 他自己有感受到 然後他跟我說他的後腳 因為他後腳 在其實在小一點的時候 後腳沒有那麼有力 對 但是在游泳之後 他跟我講過他的腳筋 很有力了 對 所以他覺得這是一個 幫助他的運動 對 他自己有感受到 對 結果他是喜歡 爸爸跟他講一些 震驚的話 當然 我是一下子 但他覺得你不好笑 我是幽默 看到他就是變成 娃娃音啊 就是寶貝好可愛 那很類似這樣子 我覺得大家對照寵物都會這樣 我會變這樣子 因為我也是我也是 對啊 就比較不會去跟他 講一些什麼笑話 那你剛剛聽到就是 他覺得 媽媽跟爸爸的比重 你有沒有覺得意外 還是其實你早就已經料想到了 我其實早就料想到了 說真的 因為在還沒有認識江江老師的時候 剛把他帶回來的時候 他其實就非常黏他媽 然後我記得有一次就是 我看到他跟他媽的玩的方式 我就默默講一句說 他好像比較喜歡你 有可能就像你前面剛剛講 你說 哥你就覺得你自己比較忙 有一點是這個原因 另外一點我覺得我老婆的 照顧的方式 是非常用心的 他會讓他感受到強烈的愛 對 所以他會 我覺得他就會去 跟這個人比較好 這種狗狗的小時候就是 比較挑食 對所有的選擇 不管是什麼 其實他都會有一定的 討厭度在 我老婆是 那時候用泥狀的嘛 他用手 一口一口味 這是母愛 母愛 真的是母愛 每天幫他刷牙 每天幫他擦屁股 所以他所有 基本上他的生活喜劇 都是我老婆在照顧 他會比較愛他 我覺得這個是 預料中的事情 對啊 你在車上是跟他講什麼 心靈級這樣 比如說他有時候 他就會游泳不開心 比如說哪一隻狗笑他 狗還笑他 會 那隻狗可能蠻會游的 但是他就是看他嘛 然後他就是轉過來說 看怎麼看 在看我 喔 真的那種很臭屁的那種 類似這樣子 是狗幫他領的一種 對對對 然後他就會 他就很明顯的 非常不開心 那我們就會跟他講 說 那個 爸爸媽媽財力有限 然後 也不能說 不開心我們就換掉了 我們就把它包藏 我們就把它買下來 你要懂得去了解 你一定會有被看不起的時候 但是你要知道說 看不起是一個注意 你要去了解這個東西 然後去讓他變成一個 幫助你成長的力量 我就會講這種話給他聽 就是 因為我說 很喜歡人家稱讚他 所以我們都會用這種方式 去稱讚他 他就會很努力的去做 他真的就會聽進去 他就會努力去做 他真的 老師你是怎麼知道他在想什麼 他想跟你講什麼 我的方式就是以靜心的方式 然後 跟他做 跟他做連線 然後他以 他給我的感官 視覺 嗅覺 聽覺 味覺 我昨天才剛剛跟他聊聊天 對 連上之後呢 然後他的那個鼻子 我 他的鼻子的感受 就在我的鼻子感受上 我鼻子整個超脹 他說他聞得很累 然後我就問他們 太多味道 就他們家來吃麻辣鍋 麻辣臭豆腐 還就是這種 更慘 對 更慘 聞起來覺得很香 但是他整個 他鼻子很不舒服 對 他整個嗅覺的壓迫還滿大的 對 他真的很 很溫暖的一隻狗 他會隨時的觀察他媽媽的一個感受 然後他爸爸 我記得我第二次跟他溝通的時候 其實我那時候不知道 不知道爸爸是誰 他一直覺得是彭妮彥 OK 對啦 對 就是看到照片的時候 對 然後他跟我看 我原來在咳嗽 對 你那一陣子是夜咳 對 他就說他就是一直在觀察他 爸爸為什麼晚上的時候 就一直咳這樣子 怎麼了 他到底怎麼了 他就是很擔心 好暖喔 你知道我老婆那時候反應是什麼 蛤 真的嗎 你晚上有在咳嗽 我會以為你打呼打的 比我咳嗽聲還大聲 你真的大聲 他真的是心甘寶貝 對 他都看在眼裡 他都看在眼裡 很厲害很厲害 所以他會跟你偷偷講什麼秘密嗎 不行喔 秘密 不能說對不對 而且像剛剛講的這個 其實我們都不知道 這是我第一次看到這個 我老婆昨天知道的時候 她就問 問小花 為什麼她身上會香香的 她去拍攝前都會洗澡 再出門 所以她會有那個香味 那她有沒有什麼特別喜歡的哥哥姐姐啊 在錄影的時候 都還滿OK的耶 就是 很自來熟 除了阿賢沒有什麼互動以外 對 像 她每一個人打招呼的方式都完全不一樣 阿賢來就對了 她就是走過去 撞一下她 然後就走了 然後就開始去找阿子啊 小花啊 皮革啊 在玩 對 所以她每個對待的方式都不太一樣 你力氣很大耶 當然她黃金利捲 我是被她拉著 所以我覺得她的很可愛的臉在這邊啊 但她對我是一個尊重 然後她比較怕我 這我也感覺不到 就是爸爸的那種 爸爸的威嚴 所以她會比較聽我的話 對她媽就是一個肆無忌憚 當作那個接鴨鼓在啃 她一般啊跟你在溝通聊天的時候 她給你的感覺是 畫面比較多 還是像現在這樣子 比大聲的這種 聲音比較多 還是她會給你 感官 感覺 一個 感官 感覺 蠻多的 因為在溝通裡面 就是欣威這樣子叫 倒是還好 比如說她今天看到 司令你難過的哭了 她會怎麼傳達給我 她會 我會說 你有看到姐姐怎麼了嗎 她會傳達給我一個 比如說我的眼睛是比起來 我的眼皮就會一直顫抖 這樣我們人要哭了 不是眼皮會一直顫抖嗎 對 一直顫抖 然後我就要 開始要冒出我的眼淚了 那我就會知道你當下 她看到你哭了 那我就會去跟你驗證這件事情 所以我才會覺得說其實在 還有幹嘛啦 她有時候給你的那個反應只是 一個小小的畫面 她們要去分析 要去解釋 我覺得這是一個 更需要很多經驗去解釋的人 對 是沒有錯 像她就是表達 表達得很順暢 會跟我說她剛剛怎麼了 或者是昨天怎麼了 然後什麼事情 什麼事情想要改變 那有的狗狗可能就不一樣 或者是貓貓不一樣 可能就是神話 神話的那一種 你問一句 然後她答一句 然後就這樣看著你 還有是嗎 的那一種表情 有些動物其實不會 講得這麼的實際 上禮拜發生事情 但是她講昨天 她就是有可能會講得比較 對 她的時間點可能沒有這麼的 混亂一點 對 沒有這麼的準確 對 那我的方式就是 就是我接收到什麼我就傳達什麼 對 這比較有真實性 不會覺得說捏造過了或是什麼這樣子 一般人可以怎麼跟寵物 進行一個溝通 就是學習一下 其實每個人都具有這樣子的能力 對 那只是說 我們在學習這個寵物溝通的時候呢 需要一個安全的一個方式去學習 那現在有很多的課程 然後有很多的管道可以去尋求 然後我覺得要提醒就是 寵物溝通不是怪力亂神或是什麼 但是一個超自然的一個方式 但是這個超自然的方式呢 是要用安全的方式去學習 老師你們就是開始溝通前啊 會不會有什麼要做的準備啊 例如就是可能什麼 深呼吸啊 掃個地啊 靜坐是我溝通前會做的事情 也是我溝通後會做的事情 就是讓自己修復 修復那個精神 對 他現在是非常的喜歡這個地毯 那老師請問一下喔 貓貓跟狗溝通起來有差別嗎 其實有耶 因為貓貓他的表達方式 跟狗狗真的不太一樣 如果要用我們人的方式說的話 是這樣沒有錯 他可能就是 我猜啊 女人心嗎 對不對 女人心 你是在開地圖嗎 他的方式真的會 我就是喜歡這樣 狗狗貓貓都會有一些跟主人比 比較有接觸的 比如說 貓貓可能會玩你的頭髮 對那像他的話就是 咬手 那如果你跟他講說 不要咬媽媽的頭髮 媽媽會痛痛會掉頭髮 那他會改嗎 可能在第一次的時候會 但是他只知道 記性不會這麼的 對 第二三次之後 要多跟他講 而且其實媽媽對他的包容 非常非常的好 媽媽就好啦咬吧沒關係 今天他真的很可愛 那家裡假如可愛的毛小孩 你也可以分享到我們的金萌獎 那我們來看看其他可愛毛小孩的作品 謝謝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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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W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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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互动了 在什么地方 为啥 为啥 哀 哀 哀 以来 哀 在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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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非常的競爭 而且他的獎品非常非常的澎湃 他有我們的乾乾飼料 解牙骨 零食 這邊做了很多 這邊都是我們的獎品 這邊貓貓狗狗的都有 如果你們喜歡我們的節目的話 記得要按讚訂閱 分享開啟小鈴鐺 如果有寵物諮詢想要了解的話 你就搜尋我們江江老師 你去跟他預約 這樣就OK了 是不是 對 對 對 如果你們想要看 寵物吃播的話 請 追蹤追蹤 他的IG是Storks OK 不要忘記他嘛 不好意思 人家他也是兩萬多訂閱的 比我們還高 比我多 好 那我們謝謝大家 記得按讚訂閱 並且留言喔 下次見 掰掰 很爽喔 STOP 來 來 然後來 他很喜歡每次要掌架 結果照犯就是 我要過去掌架 我要過去掌架 你們啊 你們啊 你這樣看這倒是啥 很痊癢喔 Mmmmm Mmm Mmm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